要理解自己的现状 不是因为世道不公所致 而是因为世道是公平的 报应是不爽的 综合计算了我们的前世 所以才由你所见到的这种种不公 我们今天的每一笔账 还要继续地被记录着 来时接着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 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第二个误区是 既然我修佛就应该很快好 通过修佛能不能改变命运 能不能从基调上改一改 平阳的虎能不能变成坡上虎 泥中的龙能不能腾飞 水下的鼠能不能浮出水面 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关心的问题 要讲清楚这些 必须结合运的变化才行 师父还说 运就是每个图腾的前面的路 即使是同空而起的龙 路也有高有低 也有坑坑洼洼 平阳的虎也有一马平川的时候 通过修佛 如法修 可以将坑坑洼洼的路 修得平坦一些 一马平川的阶段 修得更长一些 这是把运程 修好修顺 对应到我们人生来说 可以把坏运 败运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好运 得意的运 要尽量延长 而且利益最大化 这是通过修佛 可以做到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拿摩大慈大悲 救可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在2022年9月份 有一个朋友给我说 只有在微信建个群 就能在微信里开店 能赚佣金 建群的时候 按照微信通讯录排名顺序 拉自己的朋友进群 当时有一位佛友也在群里 现在想想真的很愚蠢 还以为佛友不一定买 师父多次开示 不要在佛友间做生意 大概11月份 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像犯心脏病一样 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还好 这个平台解散了 否则就造下更深的恶业 现象观世音菩萨 深深忏悔 许愿108遍 礼佛大忏悔文忏悔 把赚到的佣金 都用于放生 我知道错了 也请师兄们引以为戒 千万别在佛友间做生意 那就是敛财 得不偿失啊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4月30日 刚知道家里未装修的毛皮房 因为管道堵了 厕所 封上的地漏口子被冲开了 污水倒流 整个屋子都是水 渗到楼下 楼下的业主跟我说才知道的 当天下午就找师父 疏通管道排掉水 清理干净脏东西 以为没事了 第二天又被冲开了 刚好午一 师父休息 约5月2日弄 这次宦馆不留口子了 要到装修时再割开 因为这个事 许愿了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还转了部分功德 祈求菩萨妈妈 保佑这事顺利解决 没有后遗症 转功德时 觉得微微发热 今天 楼下的业主帮忙 看了屋子的情况 地面很多地方干了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官是因菩萨慈悲何时 今天傍晚回到家 身体感觉很疲劳 甚至连吃饭都觉得累 内心不自觉地就起了惰性 身体想早点休息 不想上晚香了 感恩菩萨慈悲 在精神和肉体做斗争的过程中 最后还是让我战胜了自己肉体的疲劳 我开始认认真真的 给菩萨上香请安 当我上完香磕完头 没过多久 自己突然意识到 怎么身体一点都不感觉累了呢 哇 瞬间法喜充满 感恩菩萨慈悲加持我 弟子知道错了 感恩菩萨慈悲度化我 弟子懂得了 有时一念之差 就是千差万别 感恩菩萨慈悲 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 弟子一定会好好修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晚上我和母亲为了一点点小事 产生了相互不理解对方的情况 虽然我和母亲都修习心灵法门很多年了 但是当遇到业力牵引 冤界来的时候 还是无法避免地 非常不小心地相互伤害了对方 我的内心非常难过 感叹这世间真的太苦了 我知道一切都没有道理可讲 也没有对错 只是因果 但是内心还是挂碍难过 当我捧起经书 开始针对此事念诵礼佛大畅委文时 在念诵的过程中 菩萨加持了我 我忍不住哭了 感恩菩萨慈悲 在我写分享的过程中 感恩菩萨慈悲 菩萨又让我开智慧了 我不难过了 我想通了 我放下了 因为受一下就过去了 现在的我又恢复了正能量满满 感恩菩萨 何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感恩菩萨慈悲原谅 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我可以解释我 是到誰叫我 因為這身體 快點 就是 不可以 和你 汗 但是 我 是 不是 不是 是 是 我 是 我是 我 是 我是 我 是 你是 再用跟着的生意项目 还算不错 我们 到底是一种狗 我感觉中的最高女孩 她看起来 大人生 因为能够地的光位 带着这些人转的感觉 最后见面 感觉是一种压力的 一种水平的感觉 是一种水平的感觉 你还不是说 唯一不够地予 这种无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你是读小学 读中学 读高中 你是在财富读学 或者你在各种各样补习学校读书 或者在家里自修成才 你最后的目的 比方说大家都是要读到大学 对不对 那么你所有的人都要考大学吧 对不对 那么最后这个同归的归就归在大学里 那么现在我们呢 不管你学什么佛的 不管你什么宗教的 全世界的所有的religion 宗教 它最后归到哪里啊 归到一个 上帝 用我们佛教讲 大人如来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归到这个最后的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说的 归到是最天上 最高最高的境界 就我们要修到最好最好 我们做人一样的 我们做人要做到最好最好最好 那么我们不管你怎么做人 你用笑心心的方法 你用帮助人的方法 你用比方说各种各样的方法 照顾人家什么做好事啊 帮助人家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目的就是为了做好人 这就是我们的归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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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pay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运改变了 从而反过来影响命的基调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 不是一绝而就的 通过长期修佛 可以把谷底的虎拉到山坡上 把泥潭中的龙拉到潭边上 但都有个度 像小学二年级学生 通过勤修精进 可以完成小学五年级的课程 但难成为高中生或大学生 几乎不可能成为博士 你要想成为博士 那么就得有大功德或多事的修德修福才能达到 所以大家要明白 人是有不同的 差别是存在的 想来事好 今事就要勤修 做好事种福田 想今事好更得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